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喜冲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个新闻来看一下这个新闻 这个新闻就说在这个 Lofo的经济特区里面 将会有6间新加坡的公司收费 也就是说 有6家新加坡公司 将会去这个Lofo特区那边进行投资 然后呢 以后可以赚更多钱之类的 所以刚刚我看到这个新闻 我脑海里面马上浮现了一个idea 什么idea就是呢 我觉得呢 其实是时候呢 可以开始了执行了 我之前所提出的那个特区大学的概念 OK 所以我视频的朋友应该还记得我所讲过的这个特区大学 不要紧我现在我重新讲过一次 就是呢 现在呢这个 经济特区了 摆明了 我们会叫很多 外国的这些商家进来这边投资 现在这个新闻就说有6家新加坡的公司会收费 到其他外国的公司来这里也是会收费 所以 其实呢 既然 这些公司呢都可以来这边赚钱的话呢 可不可以呢 跟他们谈一个互惠互利的方案就是呢 你们呢也 出资 大家一起来建立一个 特区大学 然后呢 这个特区大学呢 将会按照他们的意愿 培养出他们所需要的最顶尖的人才 这个绝对是双赢的方案来的 OK OK 然后 他的模式是怎样呢 为什么会有这个特区大学 就是呢 现在 马来西亚的大学的情况 主要就是分 公立跟实力 但是 我坦白说 马来西亚的公立大学呢 基本上那个制度已经是僵化了 你很难去做100%的修改 即使 政府从今天开始修改 也是一步一脚印的慢慢得出去 你很难 做到100%的完美 不可能 几乎可以讲是不可能的 你要整个大学100%都是 全马来西亚最顶尖的精英 只可以进去 不是精英不可以进去 想都不敢想这个画面是不是 OK 基本上 我只能一句话讲完 公立大学的制度已经 僵化了 OK 然后 第二 实力 实力呢 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呢 他永远都不是那些 最顶尖的学生的首选 就有这一个问题 通常 马来西亚人都是 进不了公立 才 会考虑去实力 除非那些家里很有钱的 就是从头到尾都不想去公立的那种 不过这种多数是去外国的 OK 所以 实力这部分 我也不想讲太多 讲太多 等会又给人家骂 OK 所以 就有必要 我们要设立一个第三种大学 这个第三种大学呢 我称之为特级大学 就是 他完全不受任何 的 政治 给束缚 他完全是自由 班学的 没有任何政治感力的 然后呢 他到最后呢 他必须要制造出一个口碑 就是 全马来西亚最顶尖的学者 以后第1选择不再是去公立大学 而是选择 这一个特区大学 这个是最终目标 如果 抓不到这一点的话呢 当 这个特区大学到最后跟 拉曼大学没有两样吧 OK 拉曼大学 其实 概念类似 但是 拉曼大学至今 都还不可能成为 马来西亚最顶尖学者的首选 这是一个事实 OK 所以 如果 他做不成这一点的话 就是成为顶尖学者的 这个首选的话 这样他就跟拉曼大学没有两样了 老实说啦 OK 所以 我继续讲回这个 特区大学 所以现在呢 我们已经知道了一个事实就是 这个 Lawful经济特区 很多 外职进驻 然后他们也可以 从中受惠 这样事实后呢 跟他们谈一个方案 大家一起出钱 包括本地的那些商家富豪也可以来捐献一点 建一个 特区大学 完完全全是私利的 不要有功利 因为呢 我不想引进任何的政治感受 这个非常的重要 OK 完全全是私利 然后呢 没有任何人可以争议 这个大学的钱要怎样用 OK 然后 当 已经确定了 有资金的来源过后 然后呢 我会建议呢 可以 邀请 我们 Lawful Sudan 还有我们的 现任最高元首 Sudan Ibrahim 来做这些大学 永久名义 校长 然后这个大学就叫做 Ibrahim大学 OK 这些事情呢 我觉得呢 要趁 我们Lawful Sudan 还是最高元首的时候 做掉它 不然 等它卸任了过后 比较困难一点 老实说 OK 我觉得 就趁这三四年里面做完了 OK 然后 这一个特区大学 我们就叫做 Ibrahim大学 然后他的 班校的模式 是怎样 资金来源 我刚才已经跟他讲了 完全是实力的 完全是 靠私人捐献的 还有这些外资捐献的 So 你们千万不好 先入为主而认为的 一个国家 最顶尖的大学 一定是要政府大学 一定要是完完全全是 政府给钱 没有这样的事情 So 你看 美国最顶尖的大学 毫无大学 他其实是一个 实力大学了 OK 谁出钱不重要 重要的是 他学校的 办学模式是怎样 有没有政治干涉 这个非常的重要 OK So 我不拿政府钱 我就不需要 你政府 干涉了嘛 就好像所有的 私立学院啊 这个政府也不能干涉了嘛 OK 然后 现在讲到 办学 办学要怎样办学 就是呢 其实 要办学 要开始 不是一个 太复杂 的过程 OK 基本上就是 你先确定一下 你需要些什么学科 啊 就是 那我刚才说嘛 那些外资也需要 培养人才的嘛 然后就根据他们的需求 什么学科 你可以是 可以是 IT的学科 可以是 business的学科 可以是 经济的学科 可以是 医科 牙科 工程 啊 各种各样的学科 OK 你确定了你要什么学科的过后 OK好 下一步找人 OK 可以 拜托 拜托 相关方面的 那个学者啊 或者是讲师啊 或者是权威啊 OK 跟他们 争求意见 应该去哪里找 找一个 相当权威的人 来 然后呢 你只要找 那一个 学科 一个相关权威的人 过来 然后呢 给他100% 他自己再去找人建立他的团队来然后建设这一个科系 每一间大学一开始都是这样的 我告诉你 像啊 以前啊 我读大学的时候啊 那时候的马来西亚是没有私立亚科的 整个马来西亚的亚科就是有三间都是政府大学罢了 然后呢 另外两间政府大学的亚科了 他们的创系主任啊 都是以前在马大教了 啊 所以是马大的老师过去那边做创系主任 然后在我读书那五年呢 陆陆续续出现了很多私立的亚科 那些私立亚科全部都是我马大的亚科的讲师 出去那边做创系主任的 啊 所以 每次他们出去就是 一个人出去然后可能带着几个老师过去 然后整个系就建立起来的了 大概是这样的模式 这个太细节我没有必要讲了 就是 当你已经确定了你要办什么 学科 然后呢 然后你就通过 那一个学科的人脉 去找出来有谁愿意来做创系主任了 然后这个创系主任 他又会去用自己的人脉 创办自己的这个团队 然后就成立起来一个系了 OK 这个 大概大概我跟大家讲了 他的模式是这样了 OK 然后 第二 就是这个 招生 这个招生是最主要的 我搞了这么多大龙凤 就是为了要在招生那边 做出最重要的调整 OK 这个招生呢 我是认为了 以后呢 也不用看什么 SPN SDP A level 同考 都不用看了 OK 公平一点 入学考试 就是了每一个科系呢 都公开的 给大家一个 入学考试 然后呢 这个入学考试的是绝对公开 公正公平的 就是 你高分我就送你 你第一分就拜拜 OK 然后呢 这个 入学考试呢 我觉得呢 可以用一个 最公平的 标准 就是全部是选择题 因为你不要有那种 写Essay的题 或者是short answer 因为 那些很多 有 改分的偏差 如果你是全部选择题的话呢 就绝对不会有偏差 电脑可以算出来 没有人唯一的偏差 然后呢 选择题呢 不是我们平时所熟悉的 就是ABCD 四个选一个 不行 那个 太有侥幸的成分 OK 而且也太容易拆了 如果人家运气好的话 可能可以全部蒙堆了 我觉得呢 可以引进了 这个MCQ的制度 MCQ的制度呢 我可以说是 完全不可能会有侥幸 就是以前我在大学里面的时候 有几颗 就是用这个MCQ的方式 是不可能会有侥幸 是怎样的 就是呢 他会 给一个 说法 然后呢 下面呢 有ABCDE 五个选择 也不是选择 其实是五个问题 然后呢 每一个问题呢 你都必须要回答 这个说法是对的 还是错的 这个说法是对的还是错的 五个ABCDE 然后 你必须要在这一题的 这个ABCDE里面 五个都填 是对还是错 对还是错 然后 它是有扣分子的 比如说 一题里面 它有 五个分题 你对一题 就加1 你错一题 要减1 你如果没有回答 放空的话就0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这个五个分题里面 如果你是对三题 错两题的话 这样你只得1分 加3减2 如果你是对两题 错三题的话 算起来是减1啦 但是等于你整题0分 OK 如果你是 两题对 一题放空 两题错的话 就是 加2减2 然后中间那题0 这也是等于0分 OK 所以呢 在这种制度之下呢 是绝对没有 脚性的成分的 你会就是会 不会就是不会 OK 所以我觉得这个 MCU制度呢 是绝对可以很精准的 去测量一个人的水准 OK So 我觉得这个入学考试呢 如果是用这个 MCU制度呢 他没有脚性的成分 然后他可以很精准的 赛选数 谁是最顶尖的 那一群学者 OK 好 So 我已经讲了 开头 就是 确立学科 然后 找老师 设立团队 然后之后 招生 然后最后 管理 怎样管理 就是 完全完全 没有政治干涉 啊 这个管理呢 完全由 消防 自主 决定 啊 OK 别人也不能够 来讲三讲四 为什么 没有用政府钱 讲三讲四干嘛 啊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因为你如果有花到政府钱的话 就有 人家就可以来讲三讲四了 啊 OK So 他的 管理方式呢 啊 就主要是 管理老师那方面 啊 就是呢 你在没有政治干涉之下呢 这个老师必须要跑 经营制度 啊 就是呢 必须要很严格的 啊 规定 这些老师呢 啊 每年呢 要给多少个论文之类的 啊 然后必须要有一定的绩效 啊 如果 整个 同行之内都认为你没有水准的话 这样的话 你 你是不用想生智了啦 但是呢 啊 与此同时呢 也可能啊 会考虑降你职 或者甚至是开除你之类的 啊 所以在 老师 的圈子里面呢 必须要保持竞争力 啊 给 太差的是要被淘汰的 啊 我觉得 管理方面最主要是这个 啊 然后这个 呃 学生 的 课程呢 啊 基本上是由这个老师的团队 还有跟那些 捐献方 就是那些企业的需求啊 来一起共同的 协商出来 啊 OK 所以我就说对于这些企业也是有好处 因为呢 他们可以根据他们的需求了 培养他们要的人才 然后呢 可以直接从这边拿人才 以后呢 就不用去全世界找人才了 啊 OK 马来西亚有很多很好的苗子 只是 差一个可以把它种出来的农夫罢了 啊 现在呢 我们打造这个农夫 啊 OK 好 so 到了最后的最后了 我们所期待的成果是怎样 啊 如果这间特区大学可以建起来的话呢 我有信心啊 十年之内它可以成为马来西亚第一 超越马大 啊 这是绝对会发生的事情 啊 OK 但是我也必须要丑话说前头 啊 我对他的终极目标是他必须要成为全国顶尖学子的首选 如果他没有办法做到这点的话他可能到最后会跟拉曼大学大概大概这样吧 啊 OK 所以我讲的是事实 啊 OK 啊 我也许我这样说很多拉曼大学生会觉得很不满我这样的言论 我讲的只是事实 啊 如果有一天拉曼大学是成为马来西亚国内顶尖学子的首选的话 啊 这样就是我大嘴巴了 好 OK 好 今天呢 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为止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